你幸福不远的地方 我想就是这儿了 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幸福里 这个房子 有百万年有了吗 将近有百万年了 这么说九十多年了 将近有 这房子看起来很漂亮 还可以啊 很可以 然后这个房子里面绿化挺好的 很多花草草的还有树 很生机勃勃的感觉 对吧 嗯 现在可以 以前不好 以前以前石库门的时候 现在好 以前是石库门的后来改 改造的 改造过来 现在非常漂亮 然后刚才老爷叔说这里面 每家的实用面积也就20平米左右 很有生活气息 小的是20平米 大的嘛 从三十几 三十几算大的了 大的嘛是前面后面前面前后面 朝南的朝北的 像那个小洋楼的感觉 嗯 上海像这么漂亮的房子 不多了 它这个又带着的复古的那种感觉 老式房子这种建筑的风格 不像现在那种高楼大厦 嗯 它这个一看就是上海的风格 它有点这个 西方的味道在里面 有一点啊 对对就是这样的 这个最最最高的也就三层是吧 三层的小洋楼一样 三楼 最高的三楼 嗯 以前是两楼呀 嗯 以前是两楼 以前两楼 这上面 上面就是 嗯 以前的房子 楼层比较高 嗯 现在楼层比较低 嗯 嗯 就家里就别人上楼了 那耶稣您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您是后来搬过来还是在这边 我这里啊 嗯 我生在这里的 生在这里啊 嗯 那今年几岁了 七十九岁 七十九岁了 没看出来呀 嗯 马上快八十岁的人了 没看出来 我看你像六十九 哦 嗯 今年是正月初四啊 祝你这个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虎年身体健康 哈哈哈 嗯 地理位置绝对好 绝对 交通时分方便 交通方便 哎呀嘛 你医院方便 哎呀你要锻炼什么 呃 工员啊什么 人工服啊什么 这个都是绝对方便方便 这个 这个 特别适合我们这里做 嗯 您说这里面老年人多 适合养老了 不是 不是适合 适合像我们这个 退休功能 嗯 又走得到 那么又走得到 又能玩 又能吃 因为这个年龄最好了 嗯 你说要不交通吗 我们就坐地铁 我们这里开车面不会开 像我们上了年纪 自己 有车也不一定会开 对不对啊 对 所以我们也不一定什么 非得需要什么车子 但是这个车桌身子 变 打打打打地铁还比方便 打地铁看出来啊 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 这个我出门就对面就下去 就打出去 这里我们这里很方便 就很方便 这咱们菜市场也造好 嗯 对 只要你把这个两个人的退休工资花花 哎呦 这个地方 放不了 啊 很舒服的 对 对 对 这里面住的人也不多 总共人家也不多呀 对 这大概一百两分两分那个两分里面都干的吧 对 这个这个里面很干净的 哎 你说这个里面很干净 这我们什么关系 可以可以 一个垃圾都没有 垃圾啊 嗯 这里面 说明这里面就是居民也勤快 没有没有没有 数字也高 哎对对对 对吧 对 对 应该数字提供了 都是老留下来的 我们这就是以前都做了几十年了 三十年都是已经改建了 就是不过对吧 对 哈哈哈 借房子多你这房租贵呀 不是 来借来借的人多 外面都是 我知道这家住 这外地在这住房子的吗 打工的人 特别多 不是外地的还有外国的多的 不得了 外国的也有 有 老外 老外在他们在新天地干活 在那个在工作在这里面干 那么这里方便呀 这次不要来 这次不要坐车了 时间节约 对对 草票站在住的人在里面 他们那个他们那个工作都是有的时候都很晚来下班了 怎么办 这里方便不 所以就车进来了 嗯 一点钱住不到的 一两千加个零 加个零 哈哈哈 两千个 两千块一个加房子一个 那你这边 一万块 万八块钱都是 哇这么贵呀 那这个 那这一 那这一般的人住不起的呀 六七千 六七千 我们这里来住房子 你装修好 一四五号 八九千 哎 真的好一点 你装修好弄好 这个这个 七千八千这个是 嗯 七千八千是 稳住了一会 很正常的 嗯 这边房东西贵 不是一般人能住的 嗯 这可以 不过我们这里来建房子的都是也是有点实力的 哎 有实力的 他不是他不是随便借的 对 三两万块 他是一个月挣了两三万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啊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